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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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晚安 這些加速新聞真的很激烈 我預料這一段出街的時候 是香港時間晚上10點 今天一定是四段 不用說了,沒有可能是四段 但是一些加速程度就是 特朗普決定 已經會 9月20日 正式禁止TikTok和WeChat TikTok我猜 如果他能夠 賣光公司 我都覺得還有機會可以 但問題是因為中國政府 不會同意字節跳動公司 賣那個Alcoform 所以我猜9月20日 很多空多吉少 WeChat 有很多禁制令 我怎樣這樣說呢 它的禁制令分兩部分 OK 9月20日開始 它аз breaking 叫任何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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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hville 停與 任何 任何 Disk 辛 TikTok 在美國的網上的網上的網上都是這樣 這個是第一 第二 由9月20日開始 利用WeChat網上網上的網上 去過籤或者接收 微信的支付也是犯法的 由9月20日開始 如果你還有什麼唐餐館 接收微信支付 立刻記住要報告FBI 這個犯法 9月20日之後 WeChat受的限制更多 TikTok就11月12日才受加強限制 什麼加強限制就是 Any provision Internet hosting service Enable Functioning Or Optimization of Mobile Application in the US 換言之 WeChat在美國的所有CDN 伺服器全部要 我不記得 電商公司都沒有辦法給它聯繫 要斷線 立刻斷線 接著就是 Any provision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Enabling Functioning or Optimization of the Mobile Application in the US 就是CDN 我今早早已經講CDN 今早早就好 這個老實說是常識 接著就是 如果你提供這個 Internet transit 或者Peering Service Enable這些APP的都會被禁止 在美國 即是VPN敢不敢 給 New Service用呢 ReChat你自己想 接著就是任何 令到這件事 SSW 而US 都要被禁止 好了 我沒有想過這麼硬 我想如果你 現在買了陳迅股票那些 我猜你哭得一句句的 星期一一定 股價一定吃卸藥了 其實我說了 你現在收了市 交閣不了 星期一實股災 不是嗎 陳迅佔香港股市比重這麼高 是不是 我記得說了 這些是政治風險 不要拼搏 我今早已經說得很保守 今早還好 告訴你 但是你知道 Donald Trump的事情 你覺得也沒那麼辣 或者他往往辣 不知道為什麼要辣 九倍 現在就是 現在 基本上 Donald Trump就是 最辣的版本給你 你怎麼說 你不單止沒有 WeChat Pay WeChat Pay 就一定是死定的 這是我們知道的 但是他現在就由頭 WeChat整件事 病了 我猜就是免得這班 小粉紅 繼續影響總統大選 你也知道的 中國一定是干預選舉的 這次 這次是很強勁的 因為他這次也說明 這是一個民主價值的問題 民主價值 民主價值是關鍵 美國商務部部長說的 但是 我們要採取行動對付中國 美國 搜集美國公民個人資料 控制我們的國家價值 以及民主主價值的規定 以及 U.S.法律和規定 OK 我想這次是 特朗普沒有想著退讓 因為TikTok不可能賣 TikTok 我猜他未必再被 自治跳動公司保留大股 就是說等到TikTok 全球上市 沒有 整件事要直接賣給美國人才行 不行 我想美國商務部提出的 已經是 我想 今天已經是 17號 18號 20號的話 其實是 星期日 哪裏做了一次 是不是 今晚 即是自治跳動公司 現在就要博去賣不買TikTok 如果他賣TikTok還約得夠 但是我猜沒有 就是死定了 VChat更加不用說 VChat 我相信現在 美國的電訊公司 開始揣VChat的連結 因為 這個禁令一出 你沒有辦法 這個正式禁令 我先講VChat VChat我講了很多次 騰訊 一定死定了 我想 如果現在香港人 還要VChat 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你應該要用 WhatsApp 你應該要用Signal 你用Wire 不是用WeChat 用WeChat 本來已經很危險 但是現在我告訴你 你用WeChat的話 有更多就是 跟外面通訊不同的危險 我相信很多美國公司 不敢再碰這件事 你更加不要說 投資騰訊 投資騰訊 是一個愚蠢行為 當時 特朗普決定 不管美國的分傲 因為你不少分傲 在騰訊 都有很多股份 不管 你不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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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Tip Tok Tip Tok Tip Tok 其實我覺得 11月20日 是有餘地的 它本來就是 一來就是 你有沒有機會做過 二來 Tip Tok Tip Tok的情況 亦都是 somehow 我想 其實 它比較遲斷CDN 那些 我想 亦都涉及交易金額 比較大 你想想 Tip Tok 美國用的人多 它很多 ISC 亦都可能有 那些 停下關停的 其實我上 今早的集 我都講過 Tip Tok 是Video Service Rail Service 一定會跟ISB 簽CDN的合約 就是 為了大家 省資料 就是 減少 交易資料 需要的問題 所以 適合那麼多 譬如 AT&T 那些 大公司的 那些 教育 它是審慎 它給予 多少 少少時間 去做 Buffer 是很合理的 很正常而且合理的做法 但是 Tip Tok 夠不夠得回 我都可以說 夠不回 機會很大 其實 你看到 Donald Trump的立場 就是很強硬 已經立定 甚至人們以為會去會員 中國沒有任何 沒有退讓的時候 看不到任何跡象 的時候 你不應該期望 Donald Trump會去 我覺得更加明顯 Donald Trump會和你做交易 他樂意和你做交易 但你是有條件 我做交易 有一個條件 就是 你究竟 你是不是願意 令到Donald Trump滿意的事情 沒有 沒有 沒有的話 沒有 我猜華人可能會用Whatsapp 因為Facebook也是一間公司 和Whatsapp 那些人都習慣 用開 但是 我想 這個 對中國 現在最大的打擊 就是 因為整個網絡 沒有了 圖稅問題就沒有了 其實 人們用 WeChat Pay 圖稅 那些事情 全部都瓦解了 接著WeChat Pay 來派錢給小粉紅 現在怎樣 過錢給小粉紅 這就是最有趣的問題 因為你不可以進行 任何付款 對不對 那些小粉紅 在美的那些 沒有怎樣收錢 我真的很想知道 對不對 這個措施 而且最重要 如果這個措施 是美國這樣做 就是針對WeChat Pay 我相信 其實很多歐洲國家都想跟進 簡單 就是財政問題 我相信 從來都不收WeChat Pay 任何時 第一 我不信中國 第二 也不想有任何稅務的問題 問題就是 我知道 就算在德國 很多華人 商戶都收WeChat Pay 有些是光明正大收的 就是經德國的Payment機微收的 那些我猜未必有事 因為那些Payment機微公司 都是傳入歐元戶口 但是我猜小商戶 私底下自己用Apps 那些 然後通回中國的系統 那些我猜有事 我猜歐洲國家都有興趣對付它 因為都是那句 你很多這些 你中國製造一個黑錢模 所以這次你見到WeChat受的打擊 是比TikTok大 大家很多都把土地放在TikTok 因為對美國人來說 TikTok的關係比較大 WeChat其實對美國人的理解是不深的 那些中國人會用的 大部分 美國的白種人或黑種人不會用WeChat 你如果美國用WeChat 我相信 User Interface也不是特別好用 有很多人不會用WeChat 私隱保護又差 所以 大部分人的討論資料 就是要TikTok 因為TikTok就連鬼都用 但是實際上 對川普來說 他真的要重拳打擊 TikTok就是方丈 WeChat 是真的 是涉及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 即是 他這次是打擊中國的小粉紅網 是很成功的 我愛我 至於TikTok 其實他這次禁 除了是因為 我想 搞不定的交易 和Oracle 和Walmart 還有幾樣東西 我覺得也是重要的 美國有一種抗敏感藥 叫做 有一種抗敏感藥 會睡覺的 我們一般都不會多吃 其實他的成份就是 馬來泵本甲酸 會睡覺的 Benedroff 這個Benedroff Challenge 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我猜都是 現在川普一定要動手 Benedroff 不是馬來泵本甲酸 我剛才已經說錯了 那是 那一種抗敏感藥 本身也是當安眠藥用的 第一代抗敏感藥 收鼻水 通鼻塞 那些 問題就是 我這個 避敏感人 長期避敏感 我是去到德國 我現在近年才好 我的避敏感 我仍然有皮膚敏感 但是我的避敏感 就大致上 好 好 至少不需要任何其他藥物去控制 我只用最簡單的抗敏感藥 那些就夠了 即是嘉曆天那些已經夠了 Benedroff 因為會眼睡 而且人會很乾 基本上可以當安眠人一樣吃 吃一口已經好 大家已經睡到鼓鼓聲 所以Benedroff 很多地方 即使是德國 都不想吃 其實 大家有人 是美加 不知道為什麼 就有人吃Benedroff 明明有不肯睡 不肯睡 價錢又不是貴 現在全部都變成了 處方藥 你都還可以 但是有人在Tiktok 叫Benedroff 不斷吃Benedroff 這件事很危險 告訴你 第一代抗敏感藥 過吃 overdose 是會死人的 所以 我小時候都吃過Benedroff 那時候 嘉逆天 智敏畜 那些 未 popular 之前 你不能不吃Benedroff Benedroff 你不能不面對它 很多時候 大家讀一下書 功課未做完 就已經睡到派 但你不吃了又不行 因為你不吃 你那些鼻水 那些都沒有控制 那時候真的很慘 那時候 但是後來 自從自民促 嘉逆天 那些都不吃Benedroff 因為Benedroff 的效果太多了 但是 你居然 Tiktok有人玩 那些愚蠢 不知道是誰出來 搞Benedroff 大佬 我是川普 我知道Tiktok有人玩 Benedroff 這是 不知是國家安全問題 這是治安問題 下次被你搞 Cocaine 被你搞 死定人多 不行的 所以 Benedroff Tiktok沒有了 是令到這件事 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根道土 Tiktok現在是一個 回應的 操控器 見到Benedroff 這麽 這麽 噁心的事情 是要馬上停止 它 它不停止 即是你擺明 包括中國政府害美國人 害美國年輕人 好 我當特朗普就直接動 而且應該會得到家長支持 我告訴你 他會說到很多家長票 有些年輕人票 當然我不懂 但對很多家長票 他會感恩 因為Benedroff 這件事 老實說 真的很多人入醫院 在美國 這件事 德國也有聽過 這些消息 德國人都說 神經病 吃Benedroff Benedroff 挑戰好玩 是想的 我們知道 Benedroff 我們當然知道 但 那些人會說Benedroff 挑戰 你瘋了嗎 你知道 Tiktok的 中文化 是有很多問題 在我面前 即是很多 這次 美國這樣 一下子 打下去 是一個很正常 而且很效益的做法 這個是特朗普 會我都飛的 當然最好賣了它 變成美國公司 當然可能是最好的 但我相信 現在美國時間 剛剛 我美東時間 早上 就算我 Saturday This is the right end 就是 做開工 談 中國政府會不會 因為現在已經過了 中國政府的辦公室 中國政府會不會 這麼緊急 特別批給 Oracle 和 Walmer 那個雷敏 賣 大陸 我覺得是很懷疑的 而且如果有 Bergerdorf 而不阻止 究竟 特朗普 是不是真的 還想批評 我也覺得很懷疑 所以我覺得 Tiktok應該沒有得救 應該救不回 但Microsoft 不賣 現在Oracle 和Walmer 那個聯合方案 破局 Ban 其實已經沒有可挽回 舊的 希望不是沒有 不是近乎零 還是秒 但WeChat 就一定是沒有得救 WeChat 一定是死的 而且特朗普 會 依次清洗完WeChat之後 之後就知道 他開始調查遊戲 我也今早說過 騰訊那些轉投資公司 全部會死掉 你知道 會一步步 所以 現在 我也是說一句 如果你有強積金 基金大舉投資器 騰訊那些 麻煩你轉去 你走不及 雖然你已經走不及了 至少 紫舌 還有股評的人說 我的愛股是騰訊的 叫他們跳海 這些政治風險 是沒有得到的 我再說多次 這些是political risk 除非你把炮到 你可以 哄電特朗普 否則你是沒有得到 你不可以 這些 如果你 心存僥倖說 等到 拜登上來就沒事 No 拜登實際 最早一月才上來 第二就是 拜登認不認了 因為我很懷疑 不是 拜登我想不想到 因為我很懷疑 贏到特朗普 特朗普 至少不會老人痴 現在拜登那些老人痴 千萬一 電視 一有這個辯論 立即死 我告訴你 見光死 沒有Telepronter 就不會說話 你學人做總統 Donald Trump 仍然非常 三眼開 好像以前 他做real man 即是那些真人show 那些 那些說話 那些串串功 他還做得到 他腦都未退化 但你看到拜登的腦都已經退化 你覺得 你這些東西可以賭 我可以 我可以講很多次 一如今早 我講 香港時間 今早 不可以賭 政治風險 不能賭 當那件事 是跟市場 跟市場無關的時候 是一個政治決定的時候 非你能夠 管理政治決定 否則你 你這種賭博 你縮了賭馬 但是你是專業時事 我是時事評論員 我都不能夠百分百準確 預測 Trump 的行動 我都是有差距的 你見到 我講到 遊戲就死定了 WeChat Play 死定了 但是未必說 禁止WeChat 現在問題就是 這次是WeChat 也禁止 我都不能夠做百分百準確的預測 你覺得你可以做一個百分百準確的預測 然後作出一個投資決定 你是否傻 那些軍資不鴨為場 只要走 走開 大佬 你在戰場裡面 你還敢說 那些榴彈不會射中我的 然後你一下子射到你心臟 不要那麼天真 千萬不要 現在TikTok和WeChat是這樣 你跟著你其他中國科網公司 你敢不敢做 你自己這樣 我可以說 Donald Trump逐個和你起發 我逐個和你移動 我告訴你 你還不死 當然你現在WeChat Play 你也斷了中國 那些水澳 不用說 那些什麼中國學生 那些我看來 啊 那鋪多謝 他們好玩 這次 Trump的招數 繼續有 一拳拳 所以我說下個禮拜一定再加速 OK 今天已經加速到你 這個是第二次表演 然後香港時間晚上 11點 第三節 第三節 你這樣一下 是不是 現在是加速 現在世界是加速 只有熱狗天天還在 周圍在搞人 我就天天分析 加速新聞 你這群熱狗天天在搞 是不是 因為破壞這群人 那些BNO發財大計 真的 這些 我都只能說 現在這個年代 你還幫共產黨那些人 死是應該的 陪著那對加速男的攬炒 你這群人這麼喜歡加速的話 今晚第二節 講到這裡 第三節 香港時間晚上11點左右